本台消息 8月15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 互至贺电 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巴西同为发展中大国 和重要新兴市场国家 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携手前行的好伙伴 建交半个世纪以来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 两国关系始终保持稳定发展 全局性 战略性 全球性影响日益突出 在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的同时 也为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 发挥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 去年卢拉总统成功访华 我们就引领和开辟新时代 中巴关系新未来 达成重要共识 中方愿同巴方 以中巴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 持续加强两国发展战略对接 深化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 赋予中巴关系新的时代内涵 携手推动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 卢拉表示 半个世纪以来 巴中有意不断加强 合作日益多元 当前 两国在多领域各层级保持合作 共同建设更加繁荣 和平和公正的世界 巴中关系 对于构建多极秩序 和更加公正有效的全球治理 日益重要 对于两国和世界的稳定 和可预见性 发挥了支撑作用 两国关系的下一个50年 我们将并肩开辟新道路 构建命运与共的光明未来 同日 国家副主席韩正 同巴西副总统阿尔克明 互致贺电 全世界 全世界 准备